太一样了,原来她的嘴巴右下角的痣点掉了 那么这是不是官司缠身的陈正慧想借由点痣来改运呢 有命理师说,点过之后呢,确实对她的运势比较有帮助 陈正慧在出庭,打扮和平常没有什么不一样 戴着大墨镜,一身黑色套装,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走进法庭 不过仔细看右下角的痣,怎么不见了 和昔日对照,陈正慧一样戴着遮住眼镜的大墨镜 不过原本的招牌大致却消失了 好像是第一次出来开庭的时候就已经点掉了 所以大概过年时间 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 你有跟你反映过是想要改运或者说要好看吗 没有耶,因为我们不太可能会去谈这种事情 就是少了那么一点,让人不禁联想到官司缠身的陈正慧 是不是想要借由点痣来改运 这个女孩子是蛮浮相的啦 第一个,因为我们观察是一个能力很好 还有口舌是非啦,小人啦 说点掉之后对他有什么帮助 点掉会运势比较好啊 往后的事业啊 还有人际关系会比较顺利啊 或许陈正慧真的被官司缠怕了 让身为基督教徒的他也不得不迷信 宋内宋的林立成台北采访报道 也看另一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